我們來講到一個比較悲痛的消息 可能跟我年紀差不多的應該都知道鐵頭吧 藝人汪建民過世了享年56歲 那汪建民的妹妹透過臉書證實死訊 汪建民於去年的11月檢查出肺腺癌四期 經過10個月的治療原本狀況是有在慢慢好轉 還努力的撐住病體來付出工作 但沒有想到8月底的時候 癌細胞失控在檢查時 已經侵蝕到全身的骨頭 9月初進到醫院治療之後就再也沒有出來了 昨晚7點14分 病逝於新光醫院享年56歲 那男性汪建民是罹患的是肺腺癌四期 那妹妹也在昨天證實享年56歲 事實上汪建民生前欠下的拒债 債主超過20人高達了2000萬元 他無力償還跑路還被黑道圍堵 導致工作也被迫停業 他的妹妹在臉書有寫到一句話說 對於被建民哥虧欠的朋友 致上最深的歉意 這輩子虧欠的讓他下輩子再還給各位 懇求各位高台貴手 希望大家能夠給家人們一個空間 那這個通消息真的令粉絲相當的擔心 也非常的難過 但是已經證實了 已經離開了 那隨著建民哥的離世呢 一切煙消雲散是他妹妹在臉書上提到的 消息也震驚了演藝圈 吳宗憲稍早也發生了 事事無常 令人唏噓希望他一路好走 那他的好友馬國畢呢 上週去醫院看過他 聽到突如其來的死訊 忍不住哽咽的痛哭說 他其實沒有經濟能力再進一步治療 一直要求多打點馬啡來止痛 但其實那些馬啡已經是最高劑量了 那汪建民生前呢 有提過一個小故事 跟徐乃玲有關的 是徐乃玲的異舉 他說乃哥呢 曾經出錢幫忙繳交母親半年的醫藥費 讓他非常的感激 那今天徐乃玲出席活動的時候呢 提到了汪建民 他也是難過的落淚 表示很不捨得就這樣子離開了 感嘆人生無常 要珍惜身邊的好人 身邊的人 我突然看到新聞即時播 說汪建民走了 各位 汪建民 從他 那個時候 披露出來 說他負債很多 才短短幾年 抖了肺腺還走了 汪建民 在演藝圈這麼多年了 在他最苦的時候 有人關心他嗎 有人幫助他嗎 我們不要在演藝圈 大家都只會傷口在撒眼 我們是看到他在物纏身 然後他在媒體披露說 因為他媽媽也是身體不好 後來有失智症的問題 在安養院 那連他自己都過不了這個 那家裡面狀況也沒有辦法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主動的 有跟他說 我說建民我大忙我也幫不了 我說媽媽這邊 我能夠幫你的 我就 先給你半年的 媽媽的這個安養院的費用 所以我也說你不要告訴任何人 好 我們再回到汪建民這個新聞內容上面 他在去年11月檢查出肺腺癌四期 經過10個月的治療 原本狀況是好轉的 還努力的撐住病體來付出工作 沒有想到8月底就癌細胞失控 再次檢查已經侵蝕到全身的骨頭 9月初住進了醫院就再也沒有出來了 昨晚病逝於醫院享年56歲 汪建民這幾年來他努力的抗癌 雖然一開始被檢查嚴重的四期 他卻不曾放棄求生 多次接受本報專訪時 就透露了他對未來的期望 他希望在病況好轉之後呢 他要堅持回到工作崗位 今年的3月 因為他真的是瘦到骨瘦如柴 有看到畫面的人都可以感覺的出來 但依舊是挺著身子直播 7月的狀況有好一點點 不過走起路來還是步履滿山 他是這樣子上通告的 甚至在臥床不起的最後一個月 都在無意識的病床上喊著他要直播 2013年我們還知道汪建民 跟大14歲的寶媽傳出了戀情 但是這段戀情兩年半就分手了 外傳的主因就是因為汪建民被朋友帶去賭場 玩百家樂麻將就這樣子輸了將近 兩千萬元 那為了還錢他跑上找上了 寶媽的朋友來借錢 讓寶媽真的非常生氣 憤而斬斷這段姐弟戀 而寶媽在回顧這段戀情時也曾經說過 他真的是哭死了 寶媽在節目上面說 汪建民他比較大男人一點 又在意別人的眼光 像是常被虧說是靠寶媽在賺錢啊 他就會把約會花費都算得一清二楚 再加上彼此的金錢觀念 也真的是大不相同 造成兩人分手的原因 既然是居然的 原本是居然的 味道 輪型